这里是亚特兰大吃喝玩乐,今天他演出 本期节目由美东南方地产领军企业McGinley赞助播出 上一期提到了亚特兰大芭蕾舞团胡桃佳子 莽年都是在Fox Theatre上演的 我实在是太喜欢这里的星空顶了 现在虽然胡桃佳子走了 但这里还有很多圣诞演出,值得期待哦 首先万众瞩目的还是咱们沙拉布莱曼大姐的圣诞巡演 Sara Bradman A Christmas Symphony 去年这位姐的Christmas Symphony网络直播 在寒冬中温暖了很多疫情中的人们 于是这位姐的团队决定从今年开始 进行同主题圣诞假日巡回演出 在亚特兰大的这场呢 就定在了12月13日的Fox Theatre 除了普通座位和Platinum Sitting之外 多金粉丝们还可以购买Platinum Meat and Great Package 可以在演出后得到杀姐接见和合影 还能得到杀姐定制版世华洛士奇礼物哦 除了沙拉布莱曼的演出之外 还有两个音乐剧也非常值得举家前往欣赏 一个是12月5日晚上6点场的 The Elf on the Shelf A Christmas Musical 带观众前往北极跟圣诞老人和小精灵们 一起欢度节日 另一个就是音乐剧How the Grinch Stole Christmas 12月7日到12月12日上演 Dr. Seuss这个圣诞绿毛怪的故事 不用我多说了吧 那可是最受美国小朋友欢迎的童话故事之一 最后还是想说 Fox Theatre真的是我在亚特兰大地区 最喜欢的剧院 没有之一 如果还没有去过的朋友 真的很值得去打卡 而假期往往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哦